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操作股票绝对不是临时起义赚得到钱 什么叫临时起义你知道吗 你走在马路上 新开一家牛肉面吃了 临时起义 那你有没有可能走到证券公司里面 诶 张股票出量买了 你会赚钱我随便你 做股票一定是有个计划 这没错吧 那我问你喔 看空的人到昨天为止都还是错的 那今天为什么突然会变对呢 因为一根长黑啊 那就表示说 这根本就是看涨说涨看跌说跌 在我认为喔 分析指数一点都不重要 为什么你知道吗 台湾的指数长长跌跌没有太大的空间 比方说现在一根长黑下来 你说你那跌到哪里 跌不到哪里去 这道理很简单嘛 英国脱的那一天也不过低点就在那边 你说你在这边下去能够把它灌破 回撤多少 撤不到哪去的 跌不了多深啊 不要傻了 那我也不是在那边死多头跟你讲说 这个大盘会上看一万二一万七 不会 我不会讲这种话 你如果说今天看多 我也会坦白跟你讲 指数长不到哪里去 跌不到哪去也长不到哪里去 全部都是个股表现的交易 你这一波长黑下来 顶多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先前涨多的股票 被人家出货 然后呢 人家把钱挪出来以后再找新的来炒 就这样 这就是我对整个大盘的看法 所以 我们刚刚讲过了 你真正的一个赢家一定是 有计划性而在做你的步骤 那你注意一下 我昨天怎么跟你讲的 我们昨天已经预测到这个盘斯拉回 会做一个黑棒嘛 这盘斯会拉回 因为你从当时那个 英国脱欧那一天长黑开始 反弹连续四五天以后 你已经谈到前波高点附近了 它是一个利空出境出现的一个 事后的利多出境 是不是很妙 短线的一个循环高点 所以这个大盘是要拉回 那我说拉回要买 买的原因在哪里 我昨天有很理性的来跟你做分析 我说七八九月万里乌云 什么叫七八九月万里乌云 你找不到其他的利空了 甚至于你连变数都看不到 没有变数啦 没有变数啦 英国公投也完了 MSCI也过了 对不对 FED也不升息啦 然后呢 连熊山飞丹都射掉了 你根本找不到七八月九月 有什么变数啦 没有了 在没有的情况下 拉回应该是什么 是买点 这叫做理性分析 是我们昨天来跟各位做提醒的 对不对 既然昨天已经理定好了计划 我们昨天有跟你讲过吗 那盘是见到前波的高点 拉回在这个区域之内 我们来布局下一波的主流 对不对 因为这波最强的股票是哪 在什么地方 是像鸿燊他们嘛 是不是最强的股票 最强的股票嘛 那鸿燊这些个股 我们是不是之前 更早的时候 先在那边做布局的 对啊 那我要请你注意一件事情 事实上鸿燊他真正的起涨点 是在什么时候 你看一个道理很简单 朋友你看 这一天是什么时候 6月22号 是不是我们说起涨长红棒的第一天 没错嘛 可是我们来看哦 这一次的这个英国的脱欧事件 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一天啊 在24号 中间隔了几天 两天 你知道重点在哪里 当大盘告诉你 它要跌的时候 对不对 那在跌的过程当中 真正的下一波主流 会在跌之前先涨上去 所以这一次再跌下来 你要布局的是什么股票 下一波的主流 这个节奏清不清楚 比你抓转折有用 因为这个指数的高低 上上下下 没有几点的空间 包括这一次拉普拉丁 请多让你跌个三五天 一样要上去 上去也上去不高 但是个股会涨很多 如果你挑对的话 周四二十万你只要达成 这就是你真正应该要做的动作 所以呢 既然如此 昨天已经弥定好的计划 七八九月万里无云 拉回就是买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这是我们周四二十万计划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叫做出手交易 我常讲一句话嘛 我这句话很经典啊 你放空可以做得到钱 你做多也一样可以赚得到钱 但是你不做单 绝对赚不到钱 所以我很少去跟人家多空论战 对不对 我很少去说 你看空啊 这次被嘎 我都不会笑人家 我没有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 比方说现在这种盘势当中 你空得到弱势骨 能够赚得到钱 我也给你鼓鼓掌 能够赚得到钱的人都是对的 唯独一种事情 唯独一件事情 没有做单 你是绝对赚不到钱 所以呢 昨天已经用理性的一个逻辑 告诉你今天的立场 下跌就是卖 那今天真的跌了 你现在告诉我为什么不买 就像我刚刚问你一个问题嘛 我假如说我昨天已经跟你讲了 理性的分析 拉回这里是要买的 这是我们周周二十万的第一步 你不趁这个拉回的时间买 你很难去达成周周二十万 因为你必须要出手 所以今天真的下跌了 请问一下 买了没 如果没有买 那问一下自己为什么 完全是照着昨天逻辑化的 昨天说过进来这里要站在买方 今天真的进来这里了 你今天买了没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 你可以说是解盘也好 你也可以说是我的逻辑也好 因为我认为盘不是要用来解的 盘是用来做的 你去讲盘去解盘 绝对没有拟定计划来的重要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刚刚讲的 盘再怎么解都赚不到钱 盘是要用来做才赚得到钱 因此我们说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消息面 如果昨天我们一定的计划是这样 今天当然就要去做 那你如果说今天又没有去做 代表你没有真正赚到钱的忌途心 对不对 那我就跟各位讲嘛 基本面 筹码面 消息面 不如一碗泡面 泡面还可以吃 你今天那边解盘一毛钱都没有 所以呢我们来看到 进入这个逻辑当中 我们要正向思考的 反而是在什么地方 会涨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拿下来买的时候 下一波会创新高 这个问题你得到结果了以后 你就可以进入周周二十万的一个领域当中 想像自己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的增加 对不对 然后呢 把那些什么 霸盘转折点啦 什么 意大利的问题啦 英国的问题 把它抛出脑后 你过去研究那些事情 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成效嘛 不用我讲你自己也知道 那今天跌什么样的股票呢 像包括星象啊 或者是说像苹果概念股 那星象你看 这一波根本就没有涨 对不对 有人报了三个月的时间 浪费时间 三个月总共有十二个礼拜 你如果周周二十万的话 你已经超过将近快三百万 你如果从头到尾报的星象 报了三个月 什么都没有 浪费时间 这就是说明了一件事 你说星象的故事不好嘛 很棒啊 意大利新规 博弈基台 对不对 然后第一季的季报 什么都好 问题它被人家拉了一大段 然后呢 你在讲你的梦想 有的人往上看到更高 目标价几百又几百 报了三个月 结果呢 人家鸿燊赚翻了 是不是 人家星剧科这一波赚翻了 赚一百万的大有人在 鸿燊你不用跟我讲 今天腿盘再拉一根涨停 震撼全台湾 全中华民国 现在谁不知道我们家的鸿燊 你告诉我谁不知道 全国的观众吓到吓死 尤其像我 我蔡振华 刚好我又是三台节目都有我 头顾业就三台啦 你现在头顾节目就只有三个台 不管你住在台北嘉义高雄都一样 你就看 就是只有这三个台嘛 前后左右你转一转就三个台啊 唯一我横跨三台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 昨天来跟各位提到康友 你看 他就没有跌啊 他今天就没有跌啊 昨天三角大收链出去的第一根 对不对 你把握昨天第一根买点 今天还有高点啊 这就是我们来讲 等一下我们再用电脑 那今天盘中还有一个高点 所以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呢 不是每一档股票它都下跌 很多股票在创新高以后继续喷 那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叫做什么 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主流 以这个地方来讲 高价股很明显康友当这一次的主流 星象就不是这一次的主流 但今年的二三月星象就是今年的主流 当时的康友还不是咖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表示说 重点不是在于股票的本身 而是在于你什么时候去做这档股票 我举个例子 春夏秋冬 四季有不同的水果 你冬天买得到西瓜吗 你买不到嘛 你买得到那也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也一定很难吃啊 西瓜是夏天的水果啊 你夏天买得到柳丁吗 你买不到嘛 柳丁是冬天的水果嘛 所以我们来讲一个道理很简单 你二三月做星象 现在来到五六月你做康友 很合理啊 你一定赚大钱啊 偏偏有一些人二三月不去做星象 现在手上去做星象 那今年一二月你去做康友 那你当然不会有成果 是不是这样讲 那这就是我说的啦 好那昨天创了新高以后 今天既然我们说 呃我们的条件跟交易都不变 今天当然要买股票嘛 因为你周周的时一定要出手 所以我就建议跟王小姐讲 旭品找盘开出来买一百张 结果我们王小姐 这位王小姐昨天打电话进来的观众 她多厉害你知道吗 她直接问我一句话说 蔡老师我是你的忠实观众 我不瞒你说啊 旭品你上个礼拜明明就已经买过了 你怎么叫我在追呢 我感动了眼泪都快流下来 我就亲自解释给她听 上个礼拜啊6月30号 当时的买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投资朋友是什么样的情形 上上礼拜啊 当时的情形是第一根轰出去的时候 它是带跳空 但是呢这个波段的重点在于前波高点还没有过 所以呢等到她整理了三天以后 这里帮我们放大 对不对 是不是整理了三天 你整理了三天嘛 上个礼拜 本来是这一根嘛 你整理了三天 今天可以再让她走完 原本没有走完的行情 你一样可以买在今天早上的平盘附近 王老姐买完一路供到掌庭 他跑去跟人家讲说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我们这一次的方案很明确嘛 对不对 我就说中秋节才起算 王老姐跟我说 他去早上去买菜 回去的时候经过他们那个巷口 一大堆在聊天 你们昨天有没有看到那个蔡振华老师 他说他这一次这个专案 中秋节才开始起算 你们去问问看那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七八月在这个地方先让我们 先享受 对不对 到中秋节才开始给我们算 哦 要是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 那当然要好好的把握 当时他就这样讲 结果那个王小姐 他本来是要跟他们讲 结果呢 他看一下那个续品张庭儿 他把那句话收回心里面 他心里想说 那我自己享受就好了 不要让你们知道 我就跟王小姐想说 你大方一点没关系 让他们知道 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也没关系 因为周周二十万 我振华我讲一句话 我不怕跟 为什么我不怕跟你知道吗 因为我会有新的股票 你了解我讲的含义吗 假设说我股票只有 就那两三档在做 人多了筹码变乱 我当然是不高兴 问题是你今天三月来找我有三月的股票 四月来找我有四月的股票 五月来找我有五月的股票 六月来找我有三五二二的鸿燊 到今天市场上全国都看到 全台湾最强的股票 在我们手中 买到的朋友像小刘小陈他们多开心 整个脱胎换股 整个脱胎换股 所以我就跟王小姐讲说 没关系你让大家都知道没关系 我还希望你出去宣传 你就跟全国的人出去讲 我说这我说的 中旧节开始起算 真的啊去跟明天 我叫他明天早上去买菜的时候 去跟大家宣传都没关系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节目 电话快要满线了 你真的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毕竟再怎么样 我是要有一个名额限制 我说说到做到 你看全国做见证 今天一买就涨停板 王小姐多开心 她本来心里七上八下的 她心里想说 蔡老师啊 早知道我今天就不要出手 怎么跌那么多 结果大盘先杀嘛 杀完以后我们股票拉涨停 她心里想说 蔡老师我的心情好矛盾 我跟着你的股票 砰砰砰砰 轰上去涨停 我以前自己手中的股票 全部都跌下去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很简单的拿来给我处理 全部都换到我们家的股票 还用讲那么多嘛 你放在那边浪费时间 对不对 还不如我们用一档股票 轰上去涨停 你速度会比较快 这就是所谓的一次二十万 一档二十万 不贪心的人 反而得到全世界的概念 这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你看 这一次我们看到 三五二的鸿升 大家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 这概念就是说 当时是六月二十二号 她股价才二十二块附近而已 请注意六月二十二号 股价还在六月二十二块附近而已 那我刚刚说过了 英国拖工头那根大长黑 是在什么时候 是六月二十四号 也就是说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下一波的主流已经先涨了 所以我们才会告诉各位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先布局 这个到底就跟现在大盘在跌 你要先布局下一波主流一样 那会有什么样效果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小刘跟小陈是怎么样改变他们的人生 你看买在二十二块的部分 隔天来到哪边 这个拉出第一根长红棒了 你如果说当时可以布局在二十二块附近的话 当天最高已经来到二十三块以上 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五块一毛五 再拉一根涨停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股票不断的创新拉到二十九块八毛 中间做过一次价差他继续创新高 这个波段再来到三十二块四毛五 小刘问我说老师够了没有 真的够了没有 告诉我二十万够不够 四十万够不够 八十万够不够 我说重点不在于你赚多少够不够 重点不在于别人赚多少够不够 重点在于你买在低档区 这两个股票还在涨 这才是你真正要讲的重点 重点在于今天全国的投资朋友在羡慕你 所有中华民国的投资朋友们 所有其他老师的这个家族的朋友 全部都在羡慕你 我们来看到鸿燊 再次看到三十五块 我的妈呀 距离你一千万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近 对不对 像我当时说过的 我们说周周二十万的逻辑 有没有可能一天涨一根涨停 一次完成一周的目标 有可能呢 连拉五根涨停 那叫什么 一次完成五个礼拜的目标 回头再看一次 当时你的梦想叫做一千万 我说过了 只要每个礼拜赚到二十万 五十周以后 一千万就在你的户头里面 公开操作全国来做见证 回头来看一下当时的买点 我的妈呀不得了了 回头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二十块以下来做介入的话 两百万的资金 如今已经快要变成四百万 看着你的股票 别人可以 你当然也可以 别人可以 你绝对也做得到 对不对 两百万 两百一十万 两百二十万 两百五十万 两百六十万 两百七十万 两百五十万 两百九十万 三百万三百一十万 三百二十万 三百三十万 三百四十万 三百五十万 看到你的资金往上一直走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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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投资朋友们 如果你今天跟小刘小陈一样 手中有这种股票 你会有那个时间去管大盘的转折吗 你当然没有时间 对不对 证明了一件事 所以请听清楚 这一次我们开放的 周周二十 只要三八八的活动 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在上一次拉回的过程当中 我们布局了新巨科 我们布局了鸿燊 那这一次证明了 颇端的主流 就在他们身上 做多一档股票 三百万的资金 你竟然可以拉到 两百万将近的获利 那真的吓死人了 那投资朋友们 你CV希望还有这种机会 我说六月跟七月 最大的不同在于 七月是主身段 好 那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会想知道 就是说 鸿燊跟新巨科 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新巨科 我当然也讲过了 台湾VR的产业不多 但是你切到 想要进军VR的大产业 大公司 你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重点你五月营收 要先上来 那不然的话 就是变成在画梦一样 你说宏达店今天大跌一根 那我没话说 那但是我们要讲 就是说 鸿燊啊 352的鸿燊 它外传真正的原因 坦白说 我这里不能讲 那个一讲 我就是停牌了 但是 我不能讲 我可以做 我现在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一类的题材 台湾至少还有三到四家 我能够掌握到的题材 还有一档要确认 但是我认为 OK的有三家 那么 号召全国啊 星巨科跟鸿燊第二 在这次活动中 我优先让你提前布局 在你没有买到之前 我绝不公开 只开放十个名额 在这一次迎接主声段的活动当中 好好把握十个名额 想要提前卡位星巨科第二 鸿燊第二的 我会亲自带你进场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下回来 大华国际股股 2362-8000 大华国际股股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多少亏 好 約 一 那我们说过工具机当然是个族群 我们来看一下字卡 工具机是个族群 那今天的话轮到这个巨庭也出现 创新高的股票越来越多 尤其是反而有在布局的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族群的持期比落在每个阶段是不一样 这一次很明显的记忆题之后 工具机也上来 那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不妨每一次布局到每一波的主流 那么你就有可能 三百万的资金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 对不对 四百万五百万一路上去 就像这一次的新巨科 那新巨科我们先把它做出厂 那出厂的原因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既然已经涨这么多了 那你的获利其实已经拉出来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退出来的资金 布局新巨科第二 我想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现在就定下你的目标 那因为鸿燊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股票我们还没有出掉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迎接主身段 除了中秋节起算之外 我们的新巨科第二 跟鸿燊第二 那这一次我们来用一下电脑 可以看到包括这次的新巨科 好强的股票 从十六块值奔二十七 想象一下你手中有这种股票 在这一波过程当中 三百万三百五十万三百六十万三百八十万的感觉 那我们当然来看一下有多段最强的鸿燊 从这张股票二十块二十二块二十三块二十三块三十二块三十四块一路狂掉到三十八块 那新巨科第二跟鸿燊第二当然我胸有成竹啦 这一次我优先让你提前布局 而且我要做到一件事 你没有买到之前我绝不公开 所以在你没有买到之前 我电视上绝对不会透露 这是为了保护你 免得价位跑掉 但是只有十个名额 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计划 你当然要务必把握 我们说中秋节才帮人起算 这个礼拜的重点就是 如果你没有做到新巨科跟鸿燊的朋友 新巨科我们已经先做成长 明天布局鸿燊修二 这个新巨科第二 鸿燊下一棒准备解放 我先带你买这两档 我说这朋友们 务必把握十个名额 没有做到新巨科加鸿燊的朋友 新巨科跟鸿燊第二 务必把握明天我们亲自带进场 一对一 真人带迎接主身段 中秋节才起算 这个礼拜的重点明天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出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平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请用御分枝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枝 五分枝 不好 大华国际徒步 2362-8000 2362-8000 你担心 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妹妹啊 去洗碗咯 妈妈说女孩不会坐家室